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叫拼安爺 拼安爺 是的 其實黃占經常罵的 不適合音的 拼什麼安爺 但現在我又覺得適合 為什麼呢 人們懶音嗎 今天要早下班 所以拼命 拼命地走 是的 拼命地走 好了 拼安爺 另外想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聖誕節最主要是什麼呢 是嗎 購物 你說是不是死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的 報酬都是這樣賣 聖誕節理論上就是紀念耶穌出生 於是要賣東西 Christmas 減減 東方三博士那些東西不是買回來的 今天也是 還有我想說耶穌真的不是12月出生的 是 之前也有些歷史也有講過 是啊 其實研究了很久 有部分的史學家相信他是夏天出生的 是 7月出生的 因為天分東方三博士跟一個顆星 應該是夏天才看到的 為什麼會選擇12月呢 主要來講就是因為冬至 原來外國人都慶祝冬至的 是啊 尤其是古代羅馬人慶祝太陽神 所以冬至是日照最短的一天 從冬至之後一直慶祝 太陽越來越長 慶祝很多天 慶祝到最高潮就是25日 因為那些基督徒被羅馬人迫害 當時如果你有看《仕途行傳》 不是《無記》那一套 真是《聖經》 《仕途行者》 是 他們就見你慶祝這麼開心的時候 就放下去慶祝耶穌生 所以今天是平安夜的日子 我都講一個希望你能夠秉承那個精神 我就介紹另一副贈品 但是這副贈品不是買奶茶或者買DVD 是買什麼呢 是捐血 捐血啊 是 所以這副是一副紅十字會的紀念 好像有些歷史的這副牌 這副就是我今年收的第一份承擔禮物 就是一副古董牌 如無意外呢 應該是六十年前 美國紅十字會 Not to be sold 你只可以透過捐血拿去 有錢都買不到的 是的 這副牌那個廠呢 就叫做Arco Playing Cards Company 還有沒有呢 Arco這間廠呢 其實破克烈傳的古董篇是介紹過的 就是那時候有一個伏黑棒的廠 有一間有紅色有黑色的 是 我免得拿這麼多副牌出來 那些古董牌我收得很賣 不好意思 回到網上 是的 那這副古董牌的歷史意義在哪裏呢 第一就是你研究古董牌 第一就是Arco廠現在沒有了 它就是芝加哥 它也都不在那個地址很久了 還有第二就是你見到這副牌很明顯 在美國都是去過一些跳組市場 貼過一些Stick牌 所以貼過一些Stick牌 這個 再在香港賣 裡面呢 它是長flap的 很有趣 好像印不到紅色 是的 長flap的 是的 即是古董牌 幾十年前 看這些牌的舊度 是的 是的 那麼 平安 小生皇 會不會是古董牌脆呢 不是 因為很好質素 好質素 這個很漂亮的以前的花紋面 都不期望它能夾到的了 因為都60年了 是的 那麼 典型的Joker設計 這個我想你也有印象了 有這樣的Joker 另外呢 Arco廠的實心大葵線Ace 另外它的二三呢 都是幾古代的 幼身一些的設計 還有呢 它那些Jokerlaking 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就是美式一些的設計 我想說 肥一點 是的 肥一點 即是街磚也是的 你看到街磚不是平時的街磚 即是粗身的設計 是 即是Jokerlaking也是 Jokerl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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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梅花呢 如果你看到 它的腳是幼身的 嗯 現在和現在大部份牌 就很不一樣 看看 另外 Jokerl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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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e 這樣 就這樣 我都很開心的 收到古董牌 古董 是啊 大過了我和你 六七 是啊 所以 還有這副牌 就是 它最有意義的地方 是有個人做了一件好事 所以拿到這副牌 然後傳下去 其實以前捐血是很難的 是的 一來就是那個技術 沒有現在那麼高 也沒有那麼方便 還有以前捐血 真的和打仗有關 很多時候 所以這副牌 都有那個歷史意味 忽然間 那個氣氛 我們看這副牌 和之前那幾集 是 消費那種 是的 我想今天平安夜 希望大家 可以平平安安地度過